心灵书签 如果有你扮演李鸿章 你是这家公司的二把手 销售的灵魂人物 老板对你非常器重 却不愿意把剩下的资源 投入在更新设备和开发市场 他注重生活享受 宁可将钞票都花在超跑和女人身上 眼看竞争对手实力越来越强 你心急如焚 却无法向老板要到任何经费 公司其他高层只会拍马 迎合老板的欢心 也嫉妒老板对你的赏识 三不五时就参你一本告你一状 这样的处境能应付得了吗 其实你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别人 乃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机遇 他的老板不是别人 正是为了建造安养余生的颐和园 而四处搜刮民高民之 排挤扩充军备 把清朝带向灭亡的慈禧太后 李鸿章曾被他的对手 日向伊藤博文盛赞 说他是大清朝唯一能够和全世界各国分庭抗礼的人物 也被政治立场与他不同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批评为 无敬李鸿章之才 无惜李鸿章之时 无被李鸿章之遇他的管理手段 外交手腕 以及宫廷应对的技巧 从剿灭太平军 办洋务运动 到建立北洋水师 直至甲午战败 庚子一和 折充尊祖 纵横百合四十年 在晚清无人能处其用 他每天面对属下报告 军队不足 良想欠缺 表现云淡风轻 但当有人来报说 要送给老佛爷的白鹦鹉拉肚子 他却紧张了起来 原因无他 慈禧太后是他唯一能够要到资源 得到授权的人 却也是一个心机甚深 自私善变的主子 他向慈禧太后要钱 和建一和园抢预算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还是带着会说话的白鹦鹉当办手里 先让鸟向老佛爷请安吉祥 将气氛搞得和乐之后 李鸿章并没有立刻哭穷 也没说建一和园不对 而是感谢慈禧对北洋舰队的一贯支持 成为亚洲第一的水师 然后才告诉他缺钱 怕应付不了野心勃勃日本水师的侵略 他这样做 完全严守 不直接忤逆慈禧 把气氛搞僵的原则 希望能委屈求全 不久前 老佛爷才刚才调了 直言赶箭的财务大臣 换成唯唯诺诺的翁童和 这次要钱 虽然没有立即获得拨款 但至少慈禧让他和财务大臣商量如何筹款 这已算是目的达到了 当老佛爷对洋务运动怀疑的时候 李鸿章就会去请他尝试喝咖啡 当慈禧觉得咖啡很苦的时候 他就会解释新东西总是苦的 但是慢慢就会好喝 影射心法的良药苦口 有天老佛爷突然气冲冲问他 你是不是光绪百日为新的康良于当 面对这种杀头之罪 李鸿章非但没断然否认 反而平静向老佛爷说 如果以前的办法有用 大清国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如果维新变法有问题 我李鸿章也算有罪 他这样做 反让老佛爷瞠目结舌 甲午战败 主因没有经费 没钱买先进的炮弹战舰 李鸿章身为败军之将 义和还得自己去扛 日向伊藤博文指高气扬 本来开口要三一辆银子 但因李鸿章在日本被刺客暗枪杀伤 明智天皇为了怕被国际谴责 而态度放软 同意改为二一辆 李鸿章说 如果一枪能够抵一辆银子 他宁可再多挨两枪 八国联军战败 慈禧携光绪狼狈一桩逃到西安 仍然让李鸿章独立和八国代表会谈 李鸿章故意在会场上 对某些国家搞暧昧 让其他国家怀疑有暗盘 中了他的离间之计 谈到要将中国瓜分的时候 李鸿章说 如果你们不怕前不后继的义和团 不断骚扰 那你们就来吧 这句话让八国重新考虑 终于放弃了瓜分的企图 向银行借钱时 李鸿章把各国银行通通找来 告诉他们要那条件最好的 让大火竞标 自相残杀 一旦得标者胜出之后 他就将所有银子都向这家借 属下觉得不妥 他却说 当你欠人一百万两的时候 你是他儿子 但是当你欠他一千万两的时候 他就是你的儿子了 对自我的评价 他说自己只是个表胡将 把一栋千疮百孔的破烂房子 装饰得好看些 如此而已 李鸿章这么说 一方面是自欠才具不足 无法彻底改革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 此时的大清帝国 已走到威楼烂滩的地步了 让锈头出去 尽量教训 Forest 发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